文章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有了新进展 日前由中铁十四局集团呈建的浙江宁波至州山铁路 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宁波侧顿购工作井建设完成 为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 金塘海底隧道顿购机始发川海奠定基础施工建设进入快车道 金塘海底隧道西起宁波市北轮区 东至州山市金塘镇全长16.18公里 其中顿购段长11.21公里 是目前世界上长度最长地质条件最复杂建设难度最大的海底高铁隧道 比港珠澳大桥的隧道还要长计10公里 放眼世界金塘海底高铁隧道在铁路领域 仅次于37.9公里的英法海底隧道和23.3公里的日本清寒海底铁路隧道 但英法海底隧道日本清寒海底铁路隧道列车运行速度达不到高铁的标准 这让金塘海底隧道成为了世界上最长的海底高铁隧道 据了解 永州铁路线路全长约77公里 设计时速250公里 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 是构建浙江省一小时交通圈重要通道 项目建成后可实现宁波至州山30分钟内铁路通达 在业内人士看来 永州铁路的建设可以提升两地交通便捷程度 进一步拉近宁波和州山的时空距离 对于推动沿线旅游业发展 实现宁波州山一体化 同城化发展 乃至推动长三角一体化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铁路板港珠澳大桥 位于浙江省东北部的州山 是一座海岛城市 东临东海 西靠杭州湾与宁波市 北街上海市 永州铁路建成后 高铁列车将经过隧道与大桥 跨过大海杭州湾从宁波到达州山 由于主体工程也是桥碎结合 永州铁路也被称为铁路板港珠澳大桥 其中 金唐海底隧道是这条跨海铁路的关键所在 它位于宁波与州山之间金唐水道下方 采用单动双线结构形式 是永州铁路全线控制性工程和重南点工程 公开信息显示 金唐海底隧道最大埋深78米 最大水深39米 管偏外径14米 顿垢开挖直径达14.57米 隧道最大水压约0.85兆帕 NPA所处海域地质条件复杂 具有长距离硬岩 粘土 粉沙等多种地层 隧道上方海域繁忙 海浪高且急 施工难度极大 有业内人士分析 港珠澳大桥隧道 城管埋入40多米海底 相当于要顶住近十层楼深的海水压力 金唐海底隧道最大埋深达到78米 承受的海水压力更高 曾因高水压 创造当时大直径顿垢隧道记录的南京长江隧道 一个指甲盖面积大小的隧道 就要承受6.5公斤水压力 而金唐隧道同等面积要承受7.8公斤水压力 此外 金唐隧道采用单洞设计 海中段约9公里 无法设置直通地面出入口 这对隧道内防灾救援设计 提出了更为严苛的要求 根据规划 该隧道采用两台14.57米超大直径顿购机 分别从宁波、舟山两端相向绝境 最终以不超过20毫米的误差 在海底实现精准对接 是国内超大直径顿购建设 史上首次采用两刀盘接触 洞内原位拆解创新攻打施工的隧道 中铁十一局 呈建周山侧6.27公里隧道施工任务 今年1月10日 由铁剑重工和中铁十一局 联合打造的超大直径顿购机定海号 在长沙第一产一园下线 其最大开挖直径14.57米 总重量达4,350吨 将投用于金唐海底隧道建设 事实上 宁波至周山之间 已经建有永州高速 可通过跨海大桥实现通达 因此 有人质疑 为何这次高铁建设 不在海上搭桥 而是要修建海底隧道 很长时间以来 在桥碎之争中 桥梁总体占据上风 一方面 桥梁的造价相比隧道更低 同时桥梁是显性工程 隧道前行山中 地下 水下 属隐蔽工程 有点看不见摸不着 另外 日常维护营运中 隧道需要大量通风 照明支出 而桥梁这方面的支出 相对少很多 不过 永州铁路建设 选择建金唐海底隧道 最大的原因是 减少对港口发展的影响 宁波周山港是全球第一大港 浙江省港行管理中心 近期发布的数据显示 2023年 宁波周山港 完成货物吞吐量 超13.24亿吨 同比增长4.9% 其中 外货货物吞吐量 超6亿吨 同比增长7.14% 连续15年 位居世界第一 完成集装箱吞吐量 3530万标准箱 同比增长5.9% 稳居全球第三 据了解 宁波周山港 起步的核心港区北伦港 就在金唐岛的对岸 金唐水道 是宁波周山港 进出的通道 和国内威化品 码头集中区之一 永江口阵海港区 出入的主通道 每年有上万艘次的 各类运输船 途经此处 金唐海底隧道 采用了从金唐水道的 狭窄处直接穿越 从永江口南的北伦 直接入海 虽然仅靠着北伦港区 但因为是海底隧道 不会影响 十万吨级以上 船舶自由出入 宁波周山更近了 作为浙江省补齐 是市通高铁 最后一块短板 实现一小时 高铁交通圈的 关键性工程 自2022年11月开工以来 永州铁路 一直备受关注 永州铁路 预计到2028年底 将建成通车 届时将结束周山 作为地级市 不通铁路的历史 填补浙江省 最后一个社区市 不通铁路的空白 浙江省政务服务网 公布的 新建宁波至 周山铁路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书 以下简程报告书 提到 项目建成后 宁波至周山一站 只达运营10分 27.5分钟 站站停35.1分钟 这意味着 相比公路交通 从宁波乘坐高铁 到周山耗时 可缩短约一小时 此外 蔚来乘高铁 从杭州出发去周山 仅需一个多小时 相比自驾耗时 可缩短两个多小时 报告书显示 永州铁路是加快建设 宁波都市区的重要交通基础设施 义永州开放大通道的支撑性运输通道 周山融入国家快速铁路网络的重要纽带 周山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一条以长三角旅游客流为主 兼顾周山宁波之间乘际客流的快速铁路 不止于此 永州铁路在宁波枢纽向南与永台温铁路相连 向西南与永金铁路相连 向西西北与航永客专相连 并通过杭州枢纽 连通航长 宁航 护航 商合航等线路 根据永州铁路工程可行性研究结论 永州铁路以服务旅游客流长三角区域内乘际客流为主 计划开通至杭州 上海 南京 天津 北京 武汉 西安 昆明 广州 深圳等国内多座城市的跨线中长途列车 宁波是浙江经济第二大事 综合经济实力仅次于省会杭州 2023年 宁波实现区域生产总值16452.8亿元 居全省第二 按常驻人口计算 人均生产总值约17.1万元 居全省第一 与宁波隔海相望的周山 2023年地区生产总值突破2000亿元 达到2100.8亿元 同比增长8.2% 增速居全省第一 经济增长速度连续两年居全省首位 宁波和周山地缘上一一带水 历史上血脉相通 网络上甚至不乏两时合并的呼声 国家高端智库浙江大学区域协调发展中心首席经济学家史进川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现在的周山市在历史上分属两个地区 其中周山本岛和绝大部分岛屿历史上属于宁波 两地联系十分紧密 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 宁波成为全国第一批14个对外开放城市之一 还成为全国五个计划单列市之一 被赋予相当于省一级的经济管理权限 赴省级城市 周山的行政区划也几经调整 于1987年撤销周山地区 设立周山市 进入21世纪以来 宁波与周山的联系逐渐加强 2006年宁波港周山港合并重组 宁波周山港名称登上舞台 2009年连接两市的周山跨海大桥通车 结束了周山与大陆不通公路的历史 2019年宁波周山一体化 正式写入浙江省政府工作报告 报告提出 要深化益永州开放大通道建设 加快推进永州铁路工程 谋划推进宁波周山一体化 全面提升海岛社会事业发展 同年8月 永州一体化推进大会召开 宁波周山两市 签署了高水平高质量 推进永州一体化发展合作框架协议 浙江省国土空间规划学会常务副理事长 浙江工业大学设计与建筑学院长陈千虎 曾在周山挂职 他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 永州铁路的建设和蔚来通车 对于宁波和周山来说都是重大利好 是宁波周山一体化的重要一步 他说 周山是一个建在海岛上的城市 永州高速公路的开通 应该说是周山快速发展的第一步 但周山和大陆的空间联系 单靠公路是非常有限的 铁路的建设非常重要 铁路通了以后 城市的发展才会真正脱胎换骨 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周山本岛是一个东西狭长的岛 一条公路通进去 每到夏天旅游望迹岛上 就会堵得一塌糊涂 一直堵到跨海大桥上 在他看来 高铁开通以后 可以缓解交通拥堵问题 而高铁这种快速 便捷 准时 高效的交通方式 对于推进宁波周山一体化 非常重要 据了解 为满足沿线短途客流的出行 更好服务于宁波周山一体化 同城化 未来两地间 还计划开行永州乘机列车 中国社科院区域经济学研究员 牛凤瑞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 交通对于经济社会的发展的 重要意义和基础作用 不言而喻 通行距离和时间越短 城市之间联系越便利 资源配置效率会相应提高 他说 宁波和周山 本来就有着密切联系和互补关系 如果通了高铁 实现半个小时内通达 经济联系会更加密切 资源配置效率会更高 形成一加一大于二的优势 是可以预见的 对于两座城市的发展 会是很大的促进 作为浙江省最大的工业城市 宁波经济总量 排名全国第十二位 分析认为 制造业强势宁波为 周山提供广阔的经济附地空间 周山是中国大陆 不包括海南岛 唯一的群岛地级市 可以为宁波乃至浙江省提供优质的港口和海洋资源 近年来 周山油气全产业链蓬勃发展 建成了全国最大 单体全球前列的绿色石化基地 全国最大的油气处运基地 和全国第一大油气贸易港 全球第四大国际船加油港 陈千虎说 依靠独特的地理优势和得天独厚的海岛资源条件 宁波和周山两座城市之间 可以有更好的产业分工和优势互补 在史晋川看来 永州铁路的建设 也是推进杭州湾大湾区建设 乃至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 非常重要的基础设施配套工程 他说 宁波周山一体化在某种程度上 可以让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东边的交通闭环 更加接济形成 如果以后 周山到上海的公路或者铁路跨海通道可以打通 长三角东部将形成一个上海周山宁波三地之间的陆路交通大闭环 长三角的陆路交通将完全打通 对于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对于空山宁波三地之间的陆路交通 对于公路的卫生地下的陆路交通 对于公路之间的陆路交通 感谢观看